伴随着忧郁生存的音乐 电影开始 海面上大量的冰川融化 这是由于全球变暖 为时效应造成的 翘黑板划重点 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同学 下课去查 在世界上最大的冰川南极州 工作人员在作业中 地理不好的下课就找老师补习 我们的主角杰克和他的朋友 正在钻冰勘测 等到发现冰川开裂 已经为时已晚 独自在我的技术人员 差点掉进冰川之下 好不容易就上来 杰克为了抢救设备 也差点掉下去 朋友不乐意了 你俩只葫芦娃就爷爷 一个一个送啊 怒斥杰克 你刚才在想什么 杰克顿了顿 晚上应该吃什么 在印度心得理 杰克向其他各国领导 汇报了勘测的结果 就是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 导致冰川气 巴拉巴拉 敲黑板地理重点 总而言之 就是要保护环境 副总统不乐意了 保护环境不要钱吗 你家里有矿啊 此时的印度正在下雪 一位自称教授的老头 要和杰克谈一谈 远在大不连天的 苏格兰看策战 一位观众正在收听着欧冠比赛 曼联队阵凯尔特人 比赛进行到了63分钟 吉尔斯带球突破 分向左侧 还没看完 教授回来 发现有个地方 温度下降了13度 真希望是震轴 日本天上开始掉下来 拳头一样大的冰雹 天降正义 杰克家里老婆告诉杰克 儿子萨姆为了一个妞 要去纽约参加比赛 老爸嘴上说的不要 心里还是很开心 终于不用担心 儿子天天看吉伦哈尔的断贝山 搞得性取向有问题了 第二天 杰克因为工作 姗姗来吃 儿子萨姆没心思跟老爸闲聊 妹子要紧 美国好天气 发现地球上 有个区域出现了三个巨大的龙卷分 而飞往纽约的杰克 就和他的妹子 在这附近的航班上 三人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纽约 却发现猴鸟在大面积迁徙 比赛上 萨姆实力carry 比赛后 自己的妹子却被人拐走了 舔狗的现实应招 怪不得会去断贝山 星星天下的杰克和教授 通话后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此时的地球上 到处是拳头大的冰雹 美国也是数不清的龙卷分 洛杉矶被龙卷分包围 大量建筑被摧毁 这破坏力 就跟我的世界里 TNT炸地表一样 杰克疯狂地做模拟实验 得到的结果 六到八个星期 地球就凉透了 父子俩通话后 萨姆非常难受 仅次于看到妹子 被附加难留 环境越来越恶劣 却用直升机 在飞行过程中 直接被冻成冰块 飞行员直接被冻死 全球各地都在降温 只有中国 还热得要死 纽约的萨姆 坚持要带领众人 从河道回家 紧了动物园的狼跑了出来 前来干扰 大水急腰 萨姆决定一行人 去图书馆避难 妹子看到一对母子被困 扇形大发 前去救人 结果自己的腿受伤了 这下给萨姆创造了机会 远处 圣经中提到了大洪水 冲倒了自由女神 向纽约袭来 萨姆此时脑海中 全是文才的声音 能够救星上人一命 结婚就不成问题了 杰克教授沟通分析后 得出结论 不到半月 地球就会进入冰川崎 教授为了救更多的人 选择留在那里 高级知识分子 就是有觉悟 图书馆成了人们的避难所 萨姆为了进一步 赢得女神的芳心 证明自己的勇敢 冒险到被水淹没了电话厅 打电话 果然成功了 赢得了女神送来的抱抱 妹子问道 你感觉怎么样 萨姆说 乱恩 杰克告诉他 地球的危机 决定去纽约 救萨姆 出发前 向总统汇报了测试结果 总统听取杰克的建议 疏散整个美国南部 北方已经太晚了 萨姆这边一艘轮船 居然看见了美国市区 空头砸脸了 流浪汉发现冰面被冻住了 有人正在走向南方 图书馆员的人也准备行动 萨姆出面阻止 却毫无作用 准备前往纽约的杰克 遇到了和他一起工作 为他冒险的两个朋友 暴风雪中 杰克一行人寸步难行 纽约市外的人们 已经开始被冻成冰棍 前往纽约的杰克三人组 却因为意外失去了一位队友 图书馆令 萨姆和妹子半夜互聊 一文定情缘 白天 妹子非常虚弱 因为腿部伤口感染 确定不是因为 晚上干了点啥 总而言之 萨姆决定去船上找药 黑哥哥和傅男 加入了进来 忘了出鞋子的狼 终于来到船上 成功gag萨姆 萨姆成功把狼引开 为什么追我 我要盘逆西林 从口头上 捡回补给的萨姆一行人 赶在暴风雪 冻僵他们之前 回到了温暖的房间里 杰克也成功救下了队友 继续走在 又宽又酷的通天大刀上 过了一夜 天亮了 暴风减落了 杰克看着 被学野蛮的图书馆 问队友 敢问路在何方 队友答道 对不起杰克 路在脚下 来到图书馆避难所 杰克看到了 和妹子共处一室的萨姆 很是欣慰 孩子 你终于长大了 走在康庄大道上的 纽约幸存者 终于等到了征服的飞机 幸亏杰克有身份 换个普通人 还不知道会不会有飞机救呢 高手完 啪啪啪被打脸 妹子发现了 纽约市大量的幸存者 被揪走了 结后余生 人类意识到 自己虽是地球最强的动物 却并非主宰者 对于自然 还是要心存敬畏